聯儲局屬意的通脹指標之一的個人消費開支PCE價格指數 11月份繼續回落 貨品和服務價格的漲幅都低於市場預期 也增加明年減息的機會 張麗玉報導 聯邦商務部今天發表的數據顯示 個人在貨品和服務的消費開支方面的整體PCE價格指數 11月份上升2.6% 反映出正在走向聯儲2%的通脹目標 也比去年中達到的超過7%頂峰已經大幅回落 這個整體PCE指數比前一個月首次出現下跌 跌幅是0.1% 如果扣除波幅較大的食品和能源項目之後 核心PCE指數就上升3.2% 亦比與期為低 按月就微升0.1% 服務價格上升0.2% 貨品價格就下跌0.7% 能源價格就下跌2.7% 食品價格也下跌0.1% 這些都有助於控制通脹 另外以6個月為基礎計算 核心PCE指數就上升1.9% 反映出如果按照現時的趨勢繼續 物價的升幅基本上達到聯儲2%的目標 有經濟專家分析 租金加幅進一步明顯放緩的話 有理由相信年度通脹率 在未來幾個月可望回復到2%目標 26台記者張麗月報導